自谢霆锋和张博之离婚之后,他们的两个儿子就都归了张博之自己抚养。 从张博之在各类活动上提及孩子的状态来看,他对这两个孩子是非常上心的。 对比之下,作为父亲的谢霆锋就显得非常冷漠了。 据稿媒报道,在网传的一则谢霆锋大儿子Lukas的采访中,Lukas就控诉了谢霆锋对他们不闻不问,称跟弟弟很少能看见他。 生病的时候也只有妈妈陪伴他们,并表示不后悔妈妈和他分开,直言谢霆锋配不上张博之。 针对于此,有媒体向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文西求证,对方称不做回应。 此时默证了Lukas的话,网友们也给出了不一样的评论。 有人称,既然谢霆锋已经跟张博之离婚了,那么选择不过多打扰也是应该的。 但也有人表示,这就是谢霆锋的错,窦镜桐也是判给了爸爸,可王妃就有大把时间陪伴和照顾。 离婚是两个大人之间的事情,孩子不应该因此受到伤害。